气虚我们中医治则 虚则补之 那中医还得分哪个地方气虚 我们首先要分出来 心肝脾肺肾 哪个丈夫的气虚 都是气虚 但是有哪儿的气虚引起的这些症状 可能还各有不同 症状不同 你选择的治疗方法也不同 那咱们就赶紧看一看 到底是哪儿引起的气虚 导致这些朋友的难受劲 我可能是得了燃进综合症 需要找个没人的地方 想下楼出之风 开始哭啼三场 每天都觉得很累不想动 腿也站不住 手也拿不稳动一些 没事还总拉肚子 让我在沙发里别管我了 这些朋友都是回家隔游躺 那仔细看一看里面还真是不一样 咱们先来说一说心情不好 不爱动的这个朋友 猜一猜呗 这应该是哪儿去 根据我多年的知识来看 心情应该是跟肝有关 现在这些症状 是属于什么偏什么虚呢 他这些症状表现呢 我判断偏于肝血不足 也就是肝血虚的面比较大一些 胡老师给总结了一些肝血虚的一些症状 请看大屏幕 这是胡老师总结的肝血虚的一些表现 白天困晚上累 心情不好 睡不着 昏昏沉沉 爱做梦 这个人吧 一般的人来说的话呢 晚上比较累 晚上罚 躺下 要休息的时候 累罚 有的时候还睡不着呢 这个罚劲啊 和困还不一样 困是脑袋昏昏欲睡的大屠沉 罚是浑身难受 这个罚呢 倒不是肌肉类 这是一个筋的类 血是滋养作用 肝有煮肠血的作用 肝煮肠血 保证了人体 整个生命活动的正常的运行 中医认为呢 睡眠之后 人体的血液过于肝 如果你要不睡觉 晚上应该睡觉 而不睡觉 血不过于肝 时间长了 就肝血虚啊 肝血虚的表现 还有什么呢 眼睛肝舌 另外呢 肝血虚啊 那么他这个肝血和肝气之间关系就不平衡 这人情绪不好 总爱发脾气 另外呢 我们为什么说伐类 古人也发现这一点 所以说皇帝内经当中就讲 肝为脾脾之本 脾 脾脾的脾 脾 脾脾端了 就是你特别极端的那种伐类的 一定要归在肝 那么反过来 这是总感觉 伐类 没干什么活呢 就总感觉伐类呢 那就是肝虚 血不养 金 那这样人会出现什么呢 老百姓所说的 筋短 啥叫筋短呢 胳膊腿 伸不开了